为了提醒民众面对肠病毒时不可轻忽 市府卫生局和大肠医院共同举办防治肠病毒的活动 以轻松的行动剧和洗手歌 希望在欢乐的气氛下 加深小朋友对预防肠病毒的认识 更提醒新生儿和孕妇要提高警觉 一定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才能杜绝肠病毒的危害 洗手 往边肠洗手 跳起洗手舞搭配好记的手势和歌词 就是希望能将勤洗手伸直小朋友脑中 高雄市卫生局和一大大肠医院 共同举办2018洗手护健康 一起防治肠病毒活动 搭配行动剧在欢乐的气氛下 让大家知道防疫肠病毒的重要 回家的第一步骤你会做什么 回家的第一步我会先去洗手 然后洗脸然后我再换衣服 学校刚放暑假 但是肠病毒还是活跃在我们的社区当中 那各位也不要掉以轻心 特别是家长 家中如果是有一些一岁以下 特别最近发现肠病毒感染的族群 有八个重症 是我们未满一个月的一个新生儿 为了防范新生儿遭到肠病毒的威胁 一大大厂医院也提醒大家 一旦有重症前兆 一定要赶紧通知医生 准妈妈们更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同时也呼吁民众 抱小孩前要落实洗手 洗脸换衣服 共同守护家中的心肝宝贝 你只要发觉一件事 小朋友你在喂母奶的状况下 他不太想吃东西了 活动力变低了 包括眼睛 他的活动力 转动力降低了 请注意他有没有肠病毒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嘴唇 看他的口腔内 手上四肢 有没有点状的红血 如果有 肠病毒的机率就更高了 另外民众只要申报出身登记 就能够领取防疫包 期盼透过防疫活动 让大家更重视婴幼儿的健康 也一再提醒大家要勤洗手 才能远离肠病毒的危害 港独新闻张世民洪静怡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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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